行经济时间来看到国内的科学园区 去年营收居然是衰退的 但还是创下了历年新高 关键的因素还有未来的展望交给舒函 好确实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表格也为大家整理的非常清楚 连续8年其实都是稳定在成长的 但是今年是衰退的一个表现 虽然去年的营额也是达到了39,439兆元 但是这是8年来首度的衰退了 不过还是创下了历年次高的一个成绩 我们也来看从不同的 像是逐科中科南科的一个分布比来看 其实就是逐科是呈现一个衰退的迹象 但是中科是历史第三高的一个情形 南科的话是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其实也看得出来 科学园区渐渐的在南边的这边 其实有开始积极布局的一个状况出现了 我们也看到主要就是原物料高涨 所以通膨的关系 其实也压缩到他们的利润 再来就是终端的需求 消费需求 其实没有整体就是窜起来的一个状况 还有企业投资动能疲弱 大家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其实以后的复苏 真的是不如市场原本的一个预期 不过现在值得期待的还是AI的话题 因为AI推进创新的应用 所以虽然这个营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你推一个创新的东西 你要投入很多的资金嘛 所以一开始营收可能会有一些减幅 但是之后应该会逐步收敛 而且之后应该会有上喷的一个机会出来 所以今年的营收有望会再往上来标一点点 所以也就是看AI这个领域后续会不会持续的看窍下去 那再来我们也看到依照这个规划 四月工业用电平均涨幅超过15% 其实昨天也跟大家分析了 这个用电的价格当然是招商的一个很大的考量点 会不会打压到产业面的一个发展 会值得大家来关注 不过我们看到国科会就表示 台积电等大户虽然恐怕会涨两成 但是他们还是会全方位来考量 希望可以在产业跟电价方面取得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么苏涵近期回答的黄仁勋说 就算对手的AI今天免费 也没有办法跟挥达抗衡 关键的原因继续交给你 好确实我相信他对自家的产品是非常有自信的 所以才敢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那我们就来看到他说挥达的AI算力 十年内要增加百万倍之多 要把超级AI变为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饼当然是画得很大很漂亮 那他也是觉得自家的晶片 有能力可以来去达成 所以他说呢 挥达晶片有多项的优势 尤其可以降低呢 使用他们晶片的这个厂家的这个营运成本 那对手的晶片就算是便宜 其实也不够便宜 他也提到一个重点 如果你一直在谈晶片的单价的话 你只是把这个晶片当成一个买卖而已 但是呢 从经营者来讲的话 营运成本才是他们Care的部分 如果你的晶片不够优良 其实营运成本也是降不来 所以他对自家产品的表现非常有自信 那也表示呢 下一个挑战点就是 易冷散热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 晶片的这个功率一直提升 散热就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关键了 所以将会掀起全球的一个冷革命时代来临 那AI算力爆发的话 当然商机也就来了 我们看到四幅气带工厂包括了广达 伟创还有营业达的部分都会受惠 那么光通讯的部分呢 最关键的角色呢 也可以看到像是光环啦 重达 KY啦 前顶啦 滑星光啦 创威还有联雅的部分 其实呢 这一连串呢 都有可能在AI的这个脚步当中 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航空业近期是否也有好表现呢 推动的因素是什么呢 舒凯 好 确实我们来看到航空业 应该也是缴出了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单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二月营收呢 是创高的 我们看到华航的部分 还有长荣的部分 他们的数字呢 都是同期最佳的一个表现 而在华航跟新宇的部分 则是创下了单月新高的一个好成绩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中华航空的部分 东北亚航线 现在呢 是他们的一个主力航线 尤其呢 在这个春节期间 大家呢 这个往来非常频繁的时候 两岸的这个旅客其实增加了 这个运能其实恢复了 已经有八成 那么虎航的部分呢 其实可以看到呢 载客率呢 也提升了这个九成 还推升了单月营收创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长荣的部分 新货机要加入了 可以强化北美线 那新宇的部分呢 也预计他们三月份会稳定了来回升 那除了以上的财经重点的话 也欢迎您扫描旁边的QR Code 来下载TVBS的APP 掌握更多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提供给您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inflamm、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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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油 flow